動漫我要聽 主持人 勇博 電波里 發財 促進 會 三十個牛海 給我SSR Hallelujah 歡迎收聽今天的動漫我要聽 怎麼不能登出了 救命 李蔣博報告要跟大家討論這些無法登出的遊戲市郊 這首也是他的歌 天啊 李明娜喬希要聊聊近期寫出超多熱門動畫主題曲的大石蒼良 勇博 請 李蔣博報告 網路遊戲The World是由CyberConnect Corporation所發售的MMORPG 使用頭戴式顯示器和控制器就可以進入遊玩 接下來要說的是玩家們在The World所經歷的冒險故事 我是國旗秀物 上國中之後就不玩遊戲了 雖然知道現在流行The World的網路遊戲世界 直到抽中限定稀有角色凱特這一天 哇 這款網路遊戲做得好逼真喔 你是秀物哥哥對吧 我是林奈 我也抽中了稀有角色 是黑玫瑰的造型喔 不會吧 那兩個人都抽中限定稀有造型 會不會是你看錯啊 走吧走吧 哥哥 我們去冒險打怪吧 被我找到了 這是初學者專用的地區 看我的 輕輕鬆鬆 這隻怪獸怎麼這麼巨大 為什麼四十八等的超凱將軍會出現在初學者的遊戲區域啊 哥哥 資料吸收 超凱將軍變成軟軟劍了 嘿 大家好 我是愛與勇氣的珍寶獵人米蕾鑰師爺 這是個傳說中的道具吧 好想要 好想要喔 呃 糟了 我該去煮晚飯了 大家掰掰 呃 我也離開好了 掰掰 呃 怎麼跑掉了 在初學者地區 竟然出現四十八等的怪物 這不尋常 必須要好好調查這件事才行 歡迎收聽動漫我要聽 我是李掌伯 永伯 剛才你所聽到的歌曲是來自動畫刀劍神域電影版 序列戰爭主題曲 由神田沙野家所演唱 唯普遊記作詞作曲的Delete 有請現場的李明跟聽眾朋友打聲招呼 哈囉 我是小薇 晚安 我是逼胖 大家好 我是蕾蕾 這次要介紹的主題是 無法登出的遊戲世界 我想這類劇情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吧 被困在遊戲裡面這種主題 也一直都是人氣型的作品 那今天要來討論這些作品 為什麼會這麼熱門 這個本博第一個想到的作品就是 現在仍然很熱門的刀劍神域 距離動畫播出到現在已經 恰值一算六年了 而且今年官方也確定要播出第三季 Alicization 篇 對呀 超期待第三季的 雖然以前李掌博就介紹過刀劍了 但還是稍微簡介一下 網路遊戲Soul Art Online 是一款VR MMORPG 意思就是用VR設備遊玩的 大型多人線上角色遊戲 主角銅骨盒人 在正式開始營運的四小時左右 發現登出的指令消失了 正當大家覺得營運 應該會處理這個bug的時候 一位自稱是SAO遊戲設計者 毛場經驗出現了 並且告訴在遊戲中的玩家 離開這個世界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打倒位於艾恩格朗特頂樓 第100層的最終BOSS 雖然現在我們對於這種題材 已經是很熟悉了 但在刀劍神域動畫播出的時候 可是很熱門的喔 記得小說跟動畫都在前幾名排行耶 我覺得在無法登出這類型的動畫播出以前 比較熱門的題材大都是穿越劇 或者是單純的RPG角色扮演動畫 像是這個檸檬汽水啊 咕嚕咕嚕魔法陣這類的喔 雖然現在穿越的題材 依然是很紅啦 而且那個時候網路RPG遊戲也很盛行 像是天堂啊風之谷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職業 進入遊戲世界裡面 所以以RPG為出發點的故事 就已經有一定的人氣了 那剛好無法登出這種劇情 在那個時候是一個非常幸運的題材 應該也是讓作品爆紅的其中一個原因吧 對 但是我第一部接觸無法登出的作品啊 其實不是刀劍神域 而是更早一點播出的動畫 叫做Dothack 黃昏的晚輪傳說 當初其實是為了聽揭穿唇子的聲音 才去看那部作品 主角秀物啊就是要救出被困在遊戲 The World的妹妹林奈 當時啊就看了這部作品 覺得哇他的世界觀好厲害喔 之後才知道啊 這部黃昏的晚輪傳說是Dothack 其中一項作品的分支 那在早期的故事中 故事設定裡至少都有一位 無法登出的玩家喔 說到Dothack 這個系列的設定很龐大耶 包含遊戲動畫漫畫 及電台節目的跨媒體計劃 這個計劃就稱為Project Dothack Dothack作品裡的遊戲世界 叫做The World 在2002年開始展開第一期計劃 嗯 第一期簡稱R1時代 R1時代的作品 關聯性最複雜 不管是在PS2上的Dothack 動畫駭客時空 小說Another Birth 以及AI Buster 裡面的人物都可以串起來喔 其實這就跟Clamp的作品的世界觀很相似 主角們都可以互相的連來連去 最大的共同點就是 裡面都有一位不能登出的玩家 為了拯救未歸還者們 主角們必須破關才可以把他們救回來 嗯 其實我一直覺得Dothack 跟刀劍的劇情真的超像 嗯 除了作品本身就是以不能登出為主線 就連BGM聽起來的風格簡直一樣 之前啊在看刀劍的時候 我都有種在看駭客時空的錯覺欸 欸 因為這兩部動畫音樂 都是找這個微譜遊記作曲啊 難怪累累會有這種感覺喔 其實我也一樣的 只要聽到這種風格的曲子 就會聯想到 這是無法登出遊戲世界的音樂啊 欸 到底有多像喔 好 接著我們就來聽聽動畫 Dothack Liminality OP4 由CISO所演唱的《記憶》 嗯 不知道各位聽到這種風格的曲子 是不是馬上就聯想到 自己在遊戲世界戰鬥的畫面啊 我覺得這些無法登出的遊戲 受歡迎的原因 還包含了遊戲機的設定 像是頭戴VR設備 可以看到遊戲中立體的畫面 甚至可以連接腦波 感受到跟現實風景不一樣的世界 那目前親眼看到 身歷其境的設備 現在還沒有完全普及啦 但是基於一種期望 未來也可以出現這種 遊戲機的潛在意識 就很想要知道故事的後續啊 嗯 對欸 像是刀劍的裝置 就是可以控制腦波 讓自己完全享受到遊戲中的風景 看起來就像真的一樣哦 這種設定我認為是蠻酷的 但我其實也很想要知道 這些未歸還者們打敗敵人之後 回到現實生活會有什麼樣的心情呢 到底是不敢繼續玩遊戲 還是會很驕傲的說 自己參與過這場戰鬥 就會不知覺的繼續追完作品了 嗯 我也要分享這類型劇情吸引我的地方 嗯 我覺得不能登出遊戲 描寫的角度是玩家的角度 我們也都可以是玩家 嗯 所以很容易把主角的心情 套用在自己身上 比起一般RPG 我們只能當第三人稱的視角 以這種角度為出發點 其實還蠻有趣的 嗯 沒錯 我跟BPAN就有一樣的想法 因為我小時候啊 我爸媽就不准我玩電動 所以當我看到駭客時空的遊戲 哦 設定怎麼那麼酷炫 希望以後也可以玩這款遊戲 體驗這些角色所在的世界 可是啊 有一點我真的覺得超遺憾 雖然DOT HACK也算是受歡迎的系列啦 但為什麼DOT HACK在台灣討論的程度 比刀劍還要低 當時同學都不知道這部作品 不然就是沒興趣 為什麼 哦 因為Project DOT HACK的計畫太龐大了吧 全部的系列作品追起來 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 欸 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認為播出的時間以及劇情吧 這個DOT HACK的第一部動畫 《駭客時空》在2002年播出 大概是深夜十一二點才播 哦 好晚哦 嗯 對啊 而且它的劇情也比較寫實 例如它的角色 《駭》是因為雙腿不便行動 想要逃離真實世界的痛苦 才把重心放在The World裡面 比起這種沉重的內容 《刀劍神域》比較像是在看主角們 如何打倒敵人 嗯 帥 嗯 以及看男女主角之間的戀愛故事 對啊 另外《刀劍神域》的動畫播出年份 是在2013年 它的周邊商品也出的比較多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DOT HACK討論度 會比較低的原因啦 相較於《刀劍神域》啊 我個人其實還是比較喜歡DOT HACK的龐大設定 或許是我第一部無法登出的遊戲 接觸的就是DOT HACK 之後看到刀劍的時候 我第一個的吐槽就是 竟然跟DOT HACK有87%相 後來很在意是不是 有人跟我有一樣的想法 就去查了這兩部作品出版的年代 發現啊 有不少網友也都在吵 誰在抄誰 但是我查了之後 其實兩部都是2002年出版了 時間都差不多 現在啊 就是不能考劇的時間 對啊 至少現在兩部作品能明顯看出差別啦 一個是同個主角經歷各種事件 另一個是由不同小單元串聯起來的劇情 我覺得都很棒 也因為這種被困在遊戲裡的故事 開始慢慢發酵 現在也開始發展其他無法登出的作品了 嗯 那我也想要簡單介紹一下 紀錄的地平線這部作品 這部也是描述一群玩家無法登出遊戲 但是與刀劍啊 駭客相比 紀錄的地平線 比較著重在各種角色的心境描寫 以及他們的成長故事 裡面會以主角群 新手群 其他各式各樣的工會團成員的角度來描寫 一樣也是討論度很高的作品喔 總之啊 就是內心系偏多的一部作品是吧 嗯 這麼說也沒錯 這個永博也稍微研究了一下喔 這部作品好像還沒有揭開無法登出的理由耶 嗯 其實也有幾部作品 還沒有揭開無法登出的原因喔 那這個呢 我們就下一段再來討論 大家先休息一下聽一首歌曲 這是動畫紀錄的地平線1D Wonderful Wonderwall 人家是永遠16歲的羊子 每個週末都陪伴你度過漫漫長夜喔 剛才主要介紹的無法登出的遊戲世界 分別是刀劍神域跟駭客系列 這兩部作品都已經知道無法登出的原因了 不過像是紀錄的地平線這部作品的玩家們 依然還是被困在遊戲的世界裡面 還沒有辦法知道無法登出的原因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討論 還沒有揭開無法登出的原因 但是人氣依舊很旺的作品 那就是Overload Overload 我有看 大家 我可以說實話嗎 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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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部作品不太對我的胃口耶 其實喜歡這部作品的聽眾不要憋我 是齁 Overload 我覺得這部作品是以不死足的角度 也可以說是用反派的角度來寫整部的作品 以邪道的劇情描繪整部作品是本作最大的特色 雖然我還是會照進度追Overload的看裡面的世界觀 但老實說我還是比較喜歡網道的劇情 我好像懂蕾蕾想要表達什麼耶 是嗎 我就補充一下Overload的故事大綱 他是說網路遊戲世界術營運了12年之後打算停止服務 一位很熱衷這款遊戲的玩家飛鼠 打算待到營運結束的最後一刻 結果發現已經超過了結束時間 遊戲卻沒有消失 然後就發現自己不能登出了 對 而遊戲中的NPC角色都開始有了自己的自主意識 飛鼠就這樣帶領著這群NPC展開前所未有的奇幻傳奇冒險喔 嗯 為什麼不是找離開遊戲的方法啊 雖然Overload這部作品的世界觀也很多樣化 不輸刀劍神域 但寫Overload的作者太有個性了 他只寫自己想寫的劇本 像主角飛鼠就是為了自己的目的 即使毀了一個村莊也在所不辭 只能說Overload算是一部很吃電波的作品吧 我沒特別追 這部作品只是稍微有看過簡介而已 喜歡的人喜歡 不能接受的人真的不能接受 這也是這部作品在網路上面 可以發現到的評語吧 現在太多網道故事了 或許偶爾來點邪道的劇情 對不對 釋放自己的負能量 這是抒發壓力的一種管道對不對 但是其實這個抒發壓力 也可以看一些不用動腦很放空的作品 叫空腦作品 慢用不 我就推薦你這部 今年一月的新翻 就有一部叫做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這部也是描寫無法登出的劇情 嗯 你是因為工程師 三個字才特別專速 才沒有 其實剛好動畫瘋友 就點進去看了 主角林木一郎 是一位線上遊戲公司的設計師 某天爆肝工作後醒來 發現自己在遊戲世界 眼前的遊戲界面沒有登出的按鈕 剛進世界馬上就從Level 0 提升到等級310等 靠著自己在遊戲內滿等的技能 輕鬆破關順便收服後宮 聽起來是一部只要看主角瘋狂開外掛 就好的作品 我最近有看到日本的動畫排名調查 發現30歲到50歲之間的男性 前三名都有爆肝工程師 可見這部作品也非常的熱門 因為大家都爆肝 雖然也是被困在遊戲世界裡面 但劇情明顯就是歡樂像 輕鬆故事看起來也比較沒有負擔 或許也是大家喜歡的一項原因吧 今天我們在李蔣博報告單元當中 介紹了這五部無法登出的遊戲世界作品 不管是哪一部都有它獨特的故事性 勇博在介紹當中也發現 遊戲的共通點也包含了 即使被困在遊戲裡面 也不能夠放棄希望 那麼我想這個道理套用到 我們的現實生活也是一樣的 但是但願最後呢 勇博還是要在這邊 這個善意的提醒大家 玩遊戲要適可而止 不要老是坐著 這樣子不僅僅傷眼 對身體也不健康啦 是不是 還是要起來活動活動 好 那最後就有請小薇來介紹歌曲 最後要聽到的是動畫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1D 由Wake Up Girls 所演唱的Skinno Skill 表演出 有一個大動畫 是有一個大動畫 啊 有一個大動畫